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害的那些个孩子 你就觉得没法弄了 所以听说特朗普床破 发动军事袭击之后 还给自个儿点赞 发射战斧式导弹 现在我觉得叙利亚 对于我来说真是个迷雾 这是我看不清楚 他采访了巴萨尔萨德 我昨天全看了 你知道我的第一个观感 我建议大家都去看看 我觉得比当时傅小权采访阿萨德 这才过了一两年 硬广 没有一两年 就几个月 差不多一两年 有一两年 有了 所以才很喜欢阿萨德 这个面相 这个面相变得 我觉得像是个地狱里 爬出来的人一样 就是完全老了 说那个连续去暴君 就是以他为原型 是 那个暴君开始是一个美国 美国训练的一个知识分子 最后怎么在这个环境里 变成了一个暴君 阿萨德那个家族的成员 都可以在那个暴君 那个 能找到那个原型 都会找到原型 当然咱们这个记者 不能讲不客观的 但是我想问一下 你的主观 你直接接触 主观还是客观 主观 我要问你的主观 你直接接触巴萨尔阿萨德 你觉得这人是个好人吗 还是个魔王 好人还是魔王 好不专业的问题 我就想搞清楚这个事情 我觉得吧 他这人 我跟他接触的时候 就觉得他是比较的 比较的nice的一个人 至少跟他那个 就是个人对个人那种接触方面 我觉得他是 他是比较温文尔雅的 比较有教养的那样的 然后我跟他在采访前互动的时候 就我送他一个小小的一个礼品 作为一个礼节 见对方的一个总统 一个礼节其实这个建品是一个凤凰 就是这两个神鸟 那么一个图形 他看那个以后 他就说 这个跟你们中国的阴阳概念 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我说 总统先生 您还知道中国阴阳 其实他都是很有研究的 这方面 他用英语 你为什么不问他 化学武器这个事 他到底是不是他正复发的 化学武器这个事 其实我这么说 这个武器目前来讲 没有办法判定 他到底是谁的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问 这个一定是你发的吗 还是说反对派 就是肯定有人使用 没办法肯定 是不是肯定有人使用化学武器 但不一定是 没有办法 我觉得徐老师这样讲是OK的 我接受徐老师的说法 但不知道是谁用的 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有人被化学武器袭击有死难者 文道刚刚也讲了 看不下去了 但是有图 未必有真相 这个小峰啊 他在那个现场啊 帕尔米拉附近的那个那个那个现场 化学武器那个袭击的现场啊 拍下了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很有意思 说是这个袭击发生之后 您给大家解释一下 对对对 那我们来要看一下这个视频 然后才能可以看 这个画面来说 这个是其实是叙利亚官方提供这么一个画面 进入当中来接见握手这个人呢 是叙利亚的军方二号人 也是总参议长 阿尤布 这个人呢 他是非常有这个陆战和巷战的经验 你看现在他带了一队人呢 到了这个美军空袭的一个现场 说是飞机的一个延体 下面是藏着飞机的 应该是飞机已经被占回了 当时发动袭击呢 说是从这里带着这个政府军的带着这个化学武器 去其他的地方发动袭 那正常来讲 现场应该是有化学武器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军方人没有一个人是戴着防冬面具的 甚至没有一个人戴着口罩 这个会不会转移了呢 袭击发生过一天就去考察了 如果说是有化学武器的话 应该不会消散的那么快 所以叙利亚官方呢 就通过这个举动派遣官方 军方的二号人物去视察 向外界表明 你所称的当地有化学武器 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为什么我感觉西方社会 似乎觉得是巴塞尔萨德这一方 发射化学武器 似乎是毫无疑问的这种语气 其实川普总统他下令美军可以授权 或者授权去发动袭击的来源呢 是YouTube YouTube上面那个提供的画面 加上推特是吧 对对对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 会吗 是就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袭击的画面的提供者呢 我们可以 如果是我们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画面来佐证的话呢 是有当时一个叫白头盔的这么一个民防组织 在现场抢救的 而这个民防组织的那个来历呢 就就说了一句话就长了 按照西方的定义呢 这个组织呢 它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他还获得了 罗斯卡的纪录片短片奖 就是这个白亏 我看了 我看了这个片子 您还看了 不算太长 其中有一个地方啊 看得我又热泪盈眶了 就是说这个 你知道他说的这个白亏是说呢 有一个人就说 我原来呢是反政府武装的 后来呢 我觉得杀人不如救人 所以他们就有这么一个组织 哪儿一发生了袭击就去救人 有一次从那个大玉制板 那个水泥板底下 救出一个才一个星期 一周大的婴儿 拖出来的时候啊 婴儿还活着 现场所有人都哭了 我就看到这个地方很感动 但是照你这么说 他又是有政治倾向的 对 这公开的 他是接受英国政府和美国那个国际 那个援助署的这么一个资金的援助的 他是有英美的这个政府 在后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资金支持的 而且是在 叙利亚的反对派的地区活动 他从来不在那个政府军控制的区域活动 所以徐老师你知道 这真的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比方说所谓的灭绝人类罪 有这么一种 好像是至少某些西方人 他们认为呢 你世界面临这么一个问题 按说谁也别管谁的事最好 可是呢 假如你发现在你的邻国 正在发生有组织的 大批量的屠杀平民的行为 假如啊 那么你是管还是不管 这是一个问题 二战以后的 以英美为主的这个游戏规则 认为是如果你是种族屠杀 那国际社会就可以管 对不对 他们基本上形成了这么一个共识 第二种情况 可以干涉一个主权国家 就是说 你要乱用大规模的杀伤武器 比方说 他们现在对朝鲜的警告 包括现在对叙利亚的化学武器 但这次的问题啊 你们觉得这个 这个特朗普啊 他是就这么弄一下呢 还是他有一个长期的打算 准备弄下去呢 首先他这个 我觉得他是一个 没有经过 联合国充分讨论 授权就更不用说了 是美国就是自己单干的 那单干呢 按照国内 美国的国内法呢 他是有法理基础的 他是在911之后 美国的通过了一个 叫授权使用武力法 他是专门用来反恐的 从那个911之后开始 从现在 他的那个授权法呢 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也没有地域上的这个限制 所以说 从美国的国内法来解释呢 这次袭击是OK的 但是在国际层面上 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你知道在叙利亚 我觉得香港人有句话 叫 七国这么乱 我观感就这样 闹不清哪头的 他里边有政府武装 有ISIS 都说好 还有基地组织 还有反政府武装 这么多的派别 所以我又觉得 就是说你人不去那 你不可能知道那的真实情况 但是你去了 你觉得有增进什么认识吗 去了未必能够了解完全的真相 因为这个地方的这个乱局呢 不止七国 不止七方的这个乱局 完全是在那个混战 它可以分成几个层面的 就是说它可以是恐怖组织和恐怖组织 之间还互相的在那个撕咬 然后和政府军之间 然后是里面还有ISIS这样的恐怖组织 那就是跟 等于是全世界都把它列为恐怖组织 美国也是跟在那在那干的 所以各种不 基本上没有办法数清楚 到底有多少队矛盾在叙利亚 但是冲突各方都有袭击平民的行为吗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 他有时候他会把这个袭击平民呢 嫁祸给对方的话 这个是一种他的对方 至少这样说 参与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指责他的对方 袭击了平民 几乎所有的派别都在指责政府军 或者反政府军 你们袭击了平民 几乎没有一次冲突 是没有平民附带杀伤的 所以太惨了 我就看一个数字啊 我就觉得咱们真是中国人民 甭说的 咱们这也有很多不满意 但是跟叙利亚 你想想叙利亚 就五年间呢 被杀四十六万人 四十六万人被杀 几百万人流离失所 我的天 不知道哪边 欧洲的难民 这个就是阻力 对啊 你这生不如死的这种日子 而且你看看这个震惊国记的这个照片 啊 就是这次画画舞袭击之后 这孩子啊 你这这个东西 我觉得哎 没法 这个就是白头盔 白头盔的 我从我从那个他们的衣服上 可以配出来 这是因为父亲抱着他的一对龙凤胎 哎 两孩子都都都都都遇难了 对 你再看下边 这是掩埋尸体啊 那这这个这个你看满地的这个 再往下干 就是都来不及一个一个埋了 集体埋葬了 哎 就是说啊 这所以说这个事情 人有良知的这个人 你说你看到这个情况 但是你又不知道了 投鼠忌器 你你怎么干涉 你怎么干涉 干嘛就是投鼠忌器吗 这个事真是 比如你说刚才那些人 没有带防护设备去视察 被袭击的那个地方 其实倒不一定能说明 那里就没有化学武器 因为他化学武器 他这个机场只是一个 出发发射的地方 对不对 武器应该是 就是说他发射的地方 不应该受污染 就我哪怕飞机上 带着这个炸弹 我也不应该自己被污染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机场上的说法呢 是那个 就是政府军是从当地 带上这个化学武器 弹之后 然后到那个 就是袭击的地点去投弹的 但是他带上弹的时候 他不一定 他自己不受污染的 他只是在投的地方 才污染别人的 他不会说 我一带弹 我就受污染 所以他在那机场上视察 不能作为一个有力的反证 说他没有使用化学武器 如果说叙利亚官方真的是有力的 可以在国际舞台上 证明他的清白的话 他也用不着挨这么多枚 这样复杂弹子 咱们先取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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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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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不明白在这种战争中 为什么要用到这种生物化学 你现在多大杀伤力的炸弹没有啊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呢 化学武器 第一是徐老师说的恐惧 杀伤力大 但是不分的女老师这块地方全灭 对 平民容易受伤 其次呢 就是马上就触发特朗普的红线 这是故意挑事的 我没这么说 但是呢你可以这样去合理的怀疑 因为为什么现在国际社会 其实也有很多人怀疑 这个是叙利亚政府方面发动这个袭击呢 因为在特朗普就职之后呢 他的政府里面的官员不止一次说过 现在推翻巴萨尔的政权 并不是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所以他的态度比奥巴马更软 对于叙利亚的局势 应该说对于巴萨尔来讲呢 就是更舒服的一种美国政府的态度 官方的态度 你的意思就是在这种态势下 他似乎没有必要用法无法 至少我个人来讲 我逻辑上想不通 为什么还要去刺激国际社会 为什么还要再去刺激美国 我们来看看他发布这个消息的具体场景 他是在跟中国国家主席一起吃饭的时候 笑谈当中就讲了这个我们已经发了这个导弹过去了 颇有这个什么说啊 决战与千里之外 我们这里谈笑 这个非常有戏剧性 我记得上一次这么有戏剧性的场面 是在我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 普京在格鲁奇亚出动坦克 可是布什就坐在他前面 胡锦涛也就在前面 各国元首在一起 欢聚一堂的时候 他俄军坦克 这个就是 我估计做领袖这个很爽 而且你想 这也是给我们中国的领导人一个考验 当场这事先不知道 在某种程度上 这不太合理解啊 这事先都没说过这样的事情 某种程度上 你仔细想想的 我想王沪宁他们在旁边 马上明白 这是个送礼 因为他这个事情 不管花五 叙利亚怎么情况 这件事情 就是对你俄国不爽 美国的参议院主席就在那里 当场发表言论说 Russia is not our friends 就当面这样说 因为你想 在这之前 大家都在说 这个特朗普跟普京是好朋友 他们可能要亲俄 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 说整个这个事情 川普有一个功能 就是洗清他跟俄国的 关系 你看 博尔哥们 博尔哥们 算得特别凶 那反过来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这是一份送礼 对不对 一个同样的武器 他要砸在南海什么地方 那我们就很麻烦 所以这背后有大国关系 但是 又可以解读成 他在警告朝鲜问题 你看我突然就可以 采用这样的东西 我建航空母舰 到朝鲜去 现在航母战斗群 正在奔朝鲜那边呢 更深的一层意思 我当时一看 这不是离间中俄关系吗 普京看得极不爽啊 你宣布打我 这个旁边 你说这个机场里 就有俄国军队啊 他们准也是准 他不打到俄国军队 就打你旁边的 那个叙利亚的飞机 俄国军队在同一个机场 不管怎么样 俄国的反应是说 几乎我们俄美要爆发冲突了 可是他是在跟 宴请中国首领的 这不是离间中俄关系啊 就谭笑剑 强弩 对对 就这一个棋子 后面好几个 但是还有一点 就是刚才啊 原来小枫给咱们拿来一张照片呢 就白头盔 这个是有用意的 我就再把这个照片出一下 你给我们讲讲 这个箭头 那有个红箭头 对这张照片 就是比较大的面积 看到的是几个穿黑衣服的 这个白头盔的成员 在徒手啊 抢救一些受到毒气啊 袭击的这个平民吧 对 应该是有 孩子吧 孩子 孩子 呃 但是呢 呃 说的是沙灵毒气哈 沙灵毒气呢 它是可以通过这个皮肤啊 各方面的来接触传染的 所以呢 现在可以 它照片当中可以看到是徒手在 呃 在这个抢救 按理说呢 这个白头盔民房组织是专业的 这个营救组织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一个纰漏 红箭头那个人呢 其实是白头盔在拍这张照片 经常是摆拍的 他们经常摆拍 没把细节处理好 那个后面那人没拍全 但其实那人呢 口罩什么 任何的防护都没有 如果说是非常 这个毒气非常强烈的这种 呃 化学武器的话 呃 像这种白头盔 所谓这样的专业的民房组织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一个 问题时间点 非职业的这个披露 它时间点很重要吧 它会不会是等到毒气消散之后 嗯 才来的 呃 现场应该说是第一时间去救的 呃 这个呃 受伤的人还在地上 还没有被急着清理走 还没有到医院 应该是第一时间 所以你明白他这个疑点的意思吗 就是说呃 似乎是呃 跟反政府武装那一头的这个白头盔 他拍下这种照片 而且有很多细节 就是说呃 反对派的记者啊 提前就已经得到消息 当地会发生化学武器袭击 我的天哪 这玩意 这个行为 俄罗斯现在最关心的 是他们的S400 为什么没有用 他们在那里装了这个反反 巡航导弹 对不对 装了很多 结果后来他们有人回答说 他们装在另外几个地方 不在那个机场 还有一个说法说 俄罗斯得到通报 我们就是不用 对 但是就问题在于什么呢 得到通报的时候 嗯 那个机场 有没有俄罗斯的军事人员 有 那有 有没有通知他撤 他撤 他有没有跟叙利亚这边 人说我们要撤 今天跟俄罗斯打招呼 一个小时 就是撤离 对 那他撤的时候 嗯 在那的叙利亚政府的武装人员 有没有撤 是一个好问题 俄罗斯有怎么跟叙利亚通报的 他问他很卓越的起到了 建离叙利亚 俄罗斯关系 对啊 俄罗斯人在这 我收到通知 我撤 人家说你们为什么走啊 我们回家吃烤鸭去了 我看到的一个材料呢 就是跟叙利亚方面也通报了 因为你俄罗斯撤的时候 你不可能让 完全瞒住叙利亚方面 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 是啊 所以叙利亚方面是有一部分的那个飞机是撤走的 所以啊 59枚巡航导弹其实打掉的飞机并不多 只有大概5架吧 死的人呢 死的人 包括平民在内是14到15个 总体来说是一个象征性的军事行动 是 但这个象征性的意义非常大 枪枪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虽然这个小枫很严谨 没有明说啊 但是我能感觉到一些他的倾向 我们还有一位曾经到中东采访的记者 就是也是我们嘉宾周一军 一军呢 我也能感觉到他的倾向 也没想过推荐一个纪录片 叫消失的叙利亚 我在内地可能网上你看不到 在YouTube我看到了 那么当然你一看 这就是所谓西方人权立场的这么一部纪录片 但是不管是什么立场 这个里边的事实部分我很关心 因为这个里边的事实部分 如果得以成立的话 那我得出的推论就是巴萨尔阿萨德 阿萨德是个魔王 因为这里面比如讲到 就好比说 有一个他的他那个片子拍的 就是这个叙利亚的秘密警察 是怎么迫害人的 迫害异见人士 比如说有一个偷偷拍下了照片 说同时有几万张 在网上上传了他们几千张 每一张这个人 我看到那显然是饿死的 显然是饿死的 就是达这么多的数量 还有就比如说有个异议人士 出来之后他亲口这个采访 就说那种这个人间地狱一样 就是等于我印象很深的 几平米的房间内 生生给你挤进 几十个人 甚至上百个人 不能站着 不能坐也不能躺 全是这么挤着 受了酷刑的人就往后边扔 一天一天都有死尸往外抬 就是这完全是一种弄死你的 这么一个企图 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实 其实我刚刚也说了 有图 有这个视频 就未必就有真相 因为你不知道 这个背后的这个拍摄者 以及背后的这个施暴者 到底是谁 这是 而且呢 这一次 我的个人的一个解读呢 就是说 从化学武器袭击发生 到川普下令发射导弹 总共是63个小时 63个小时 等于是 联合国部分的国家 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呢 他是呼吁有一个 希望有一个公平客观的一个调查 对吧 毕竟你这么大事情发生了 但是美国发射导弹的含义呢 我的理解 就是这个调查 画上一个句号了 没啥好调查了 我导弹都已经发了 要调查就来调查美国吧 咱们这个过去老说 这个深入群众 深入实际 是吧 你这次亲身去到那儿 你有没有接触他那儿的群众了 或者说 跟他们一些人聊天 很紧张 这个社会氛围是非常紧张 我感觉呢 跟朝鲜非常的像 我也去过朝鲜 就是可以说是一个警察国家 我有一次在 呃 坐在官方的车里 我去采访那个巴萨尔总统 然后他们安排了这个车辆 我在车的车玻璃前面 我在一边行进 一边用手机在拍摄 突然间 因为我不知道经过什么敏感地点 然后车窗外面有人喊了一句 你必须给我停下来 我根本就听不明白 但是那个司机是非常警觉 立马就急踩刹车 车停路边了 然后让我把那个手机交给他们 所有的 我拍摄的 当地的这个视频和照片 全部看一遍 然后跟官方核实 我这个人是什么人 来叙利亚干什么 然后才可以通行 在路上跟他们交涉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那他们那儿的这个闲员不会跟你聊政治 还是有顾忌吗 非常大的一个顾忌 不谈本国形势 其实呢 我去的地方这么讲 应该说大部分还是政府控制区 那么政府控制区的民众呢 基本上还是支持这个叙利亚政府的 因为其实他们也不能讲 就一定支持巴萨尔这个人 但是他们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呢 就自己会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没有巴萨尔 我们这个国家会怎么样 因为前车之鉴 可以看到利比亚 可以看到像这个突尼斯这样的国家 会不会像伊拉克这样的 变成一个亲美政权 对啊 就这样一个国家 因为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 周围的国家 他们的邻居就在他们的面前 他们也会思考 所以就是有那么一个永恒的问题吧 假如说 假如说这是个暴君 但是没了这个暴君 四分五裂的情况下 又会怎么样 电视剧里边说 美国希望一个暴君 只要有一个力量 比混乱还好 但是我的问题是另外一个 俄罗斯在那里的主要利益是什么呢 为什么俄罗斯一定要撑住叙利亚呢 现在美俄冲突的前线就在那里 那俄罗斯的 俄罗斯我觉得它并不是贪图 那个叙利亚的一些能源 油气资源 它不是 因为叙利亚这个位置呢 就是它有在叙利亚的两个 比较实质的一个利益 就是有两个军港 那么这个军港呢 是由俄罗斯通往地中海的 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 同时从整个地域来看呢 叙利亚的位置呢 是在那个外高枷锁这么一个地方 是俄罗斯的府地 其实这块府地就是从安全上来讲 是安全真空 就是恐怖分子 就是可以自由移动的这么一个大地的区域 如果这一块叙利亚控制不住的话 那些恐怖分子都就会北上 往俄罗斯那个方向去 所以俄罗斯也其实被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也是深受起 还不堪其苦的 对吧 前两天刚刚发生过嘛 圣彼得堡 对对对 你有预言吗 你觉得这个问题是个 你绝吗 像尾巴之间 长时间解决不了 我觉得美国打击 可能是一次性的 这一次这样的打击 不能迫使发生下台 那就是看不到头的战略